这个视频是为朋友们分享一下如何定制查询表单 我们经常在业务中需要获取客户的资料 但是呢又不想让客户担心保证他的那个数据的安全 另外还有如果是表单提交的话呢 还要考虑到电子邮箱不要进垃圾桶 不要丢失这个信息的安全问题 还有很多公司企业他们还希望有更多个性化的需求 比如说他还想客户是不是说希望通过WhatsApp来进行联系 或者说他还想知道对方的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或者是那个微信号码 那这种方式呢我们在网站的表单提交中呢 就可以个性化的定制 并且呢有的时候你还需要对方通过网上来提交自己的图片 或者是身份证信息或者是护照的拍照的扫描件 那像这样的情况应该怎样来定制表单 并且在你的产品上附加上去呢 现在呢我们就通过一个China Memory Trip 这样一个页面呢给大家展示一下 比如说这是一个表单的提交 先是告诉对方需要填上自己的姓名 那在性别的选择上可以称呼自己是先生女士 比如说我现在呢是提交我的名字 胜利 然后呢Nationality是可选可不选 那么电子邮件的话呢它是必须的 那我现在就选择一个吧 因为它要提交表单的话 至少要知道对方的一个联系方式 另外呢这个手机号码也是可选不可选的 所以你会看到在提交表单上有红色的信号是必选的 如果其他的没有这个信号的话呢 就是可选项 那如果说呢 呃你想知道对方来的游客是一个两个或者是几位 并且是多大年龄的 你也可以来进行提问 比如说他有孩子和他一起旅行吗 如果说是婴儿的话 他是婴儿是多大岁数是几个婴儿呢 另外他预计的到达时间是几月几号呢 另外他预计的出发的时间是几月几号呢 还有如果说对方的话呢 想了解更多的情况 I'd like to know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tool OK 他呢是想这个了解这个上海这次执行的这个更多的详细的情况 Please get back to me Quick click 好 那他写过留言之后的话呢 另外呢这个表单提交呢 还有一个复件上传的功能 比如说他点击自己的一个复件 他拍好的照片 他格式呢可以是图片 也可以是文本 word文档 pdf 或者是扫描件 甚至一个小视频都可以 但是呢这里的话 往往是需要一个固定的一个就是说上传的尺寸的大小 一般来说呢 网站呢 他提供相应的服务器的 所以我们这边设置的是64兆 应该说是足够大了 最后呢是提交他的查询 Submit inquiry 在提交过后的话呢 您会看到他会有一个留言 谢谢您跟我们联系 我们工作人员呢会尽快跟你联系的 并且呢还预留这家公司的联系方式 这样在用户提交过表单之后的话呢 他就会知道自己的信息呢都已经提交了 现在你或许会问 那我这样的表单提交过后 应该怎样来去查询这个表单呢 那这里的话呢就给这个大家再演示一下 如何查询这个表单 我们说这种查询表单的优点呢 是他不进垃圾桶 并且呢信息安全 只有自己公司的人才能够知道 并且呢这个数据呢 不会外泄或者是被copy走等等 这种可能性就不出现 这是由于呢这个表单的提交呢 是到自己网站的后台了 那这里的话呢 它是我们通过PC端电脑端来进入 来去看一下 首先呢它是一个forms forms呢这是一个表单提交的后台 那您看它建了两种这个表单提交 一个是刚才我们说的个性化的定制 那这里呢你会看到它中间有个entries 它到现在呢都已经有1248个人去浏览了这个表单 并且呢提交了四个 我现在呢就点击entries是提交的表单 我刚才呢我的名字叫Lee 那我就看到呢这里有我的电子邮箱 有nationality和流的一个电话号码 如果我还想知道这个表单提交更详细的信息的话 我点击view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刚才我提交的表单呢就已经跑到这个网站的后台了 并且呢它还有一个附件 这个附件呢是fire upload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在这个啊这个收到对方的联系方式 包括电话或者是whatsapp或者skype等等 那您可以跟对方呢取得联系 这个呢就是一个表单的提交功能 那这种表单提交功能呢 节省了这个 这个 很多问题 特别呢就是说 查询的email的话丢失 或者是对方email发了那个大的附件 他认为是发出去了 但其实呢并没有送达对方 所以这种email的传输的话呢 他也有个不安全性 因为他是经过第三方的这个email的这个中转 但是这种表单查询呢相应来说就安全很多 好大家知道这个表单查询功能之后呢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何在自己的产品页面上设置这样的表单查询呢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这个 Ten Day China Classic Tour Hong Kong Beijing西岸上海等等 我任意呢就挑选一个产品 那我打开这个产品之后的话呢 就作为一个edit tour 对于这个旅行产品呢 作为一个那个编辑 那你打开过后编辑呢 特别要注意你的右手册的菜单 你右手册的菜单呢 就是说你添加查询项的 就是刚才那个查询表单的一个地方 那一直往下拉 在你往下拉过后的话呢 它有一个tour setting tour setting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行程 这个 您的这次旅行的这个setting 设置了 那您这个设置当中的话呢 它这个你点击一下 tour settings 点击过后的话呢 在右手册呢 它有一个这个reservation bar 也就说你的预定的这个导航 预定的这个栏目啊 bar 那预定栏目点击开之后的话 它有一个这个only booking 和only inquiry form 还有一个custom code 刚才呢我们做的是一个定制的这一种 这个代码啊 这个代码是在哪里呢 一般来说呢 我们是做好的 现在呢 我就把那个代码呢 就是给大家吧 这个代码的话呢 它是通过这种方式 好 这里已经做好了的代码 一般来说代码呢 是需要这个放在这个txt的格式里面 它不会去改变它 那这里的话我复制过后 再粘贴代码 代码过后呢 这个custom title 你这个呢 可以说是给它写一把 就是说定制查询 或者我说一个custom tool inquiry 定制的一个旅行的一个查询 在您代码嵌入过后 注意呢 要进行保存 滚轴呢 鼠标往上拉 然后呢 点击更新 这样一来的话呢 你的这个表单呢 就生成了 表单生成过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产品页面吧 我查看文章 这个查看的这个表单过后呢 你就会看到它有个custom tool inquiry 是量身定制的旅行计划查询 那这里呢 你就看到这样一个表单了 那这个表单的话呢 对方呢 可以输入自己的这个联系方式 比如说我输入好了 如果这个whatsapp 它不输也是可以的 如果输呢 也是行的 这是根据你的需求 如果呢 它的那个微信号的话呢 也可以输也可以不输 这个message呢 就是说 i'm interested in this tool right 好了 然后呢 就是说 get back to me quickly 那么在写好之后的话呢 就是提交了submit 那么它对方提交过后 用户提交过后 它自然有一个反应了 就是告诉对方 我这个thanks for inquiry we shall contact us soon 我们会尽快跟你联系的 那么如果你作为网站的工作人员 怎样查询 这个每天业务获得的一些 这个客户查询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所以首先呢 跑到你网站的后台 我们刚才说 所有的查询栏目 都是在forms里面 就是这个查询表单里面 那您再进入查询表单过后 我们刚才说建了两种 这个呢 是属于那个send inquiry 是简短的 刚才那个inquiry呢 是一个大的一个页面 那这里的话呢 你看到它这个entry有3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2700多次的 这个观看这个表单的 这个浏览的这个用户了 我现在就点击3 那么刚才呢 我这个通过前台页面提交的表单 就显示出来了 并且这个人呢 他的名字叫Lee 电子邮箱 我的WhatsApp 还有我的微信号 另外呢 他一个简单的这个message 那如果说我想对这个信息呢 进一步的查看的话 你就点击view 点击view过后的话呢 您就会看到我通过这个查询表单过来的这个客户呢 他是通过这个user ip 他是138.2这个ip地址过来的 你就能判断出他这个发送表单的时间呢 上面写的是2023年7月12号 这个时间过来的 另外呢 他有一个这个embedded url 就是说这个旅行线路的产品呢 他查询的这个产品 是关于这个北京西安上海八日游的这样一个产品 就是说针对这个产品来过来的查询 以免你看到有这么多每天的提交的表单 你分不清这个用户是想查询什么产品呢 所以呢 你通过这个左侧的这个栏目呢 你能知道他查询的是什么产品 在你获得这些信息之后的话呢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用户提交的一些联系方式 在你的那个聊天工具软件里面去跟对方去联系了 比如说微信啊 whatsapp啊 或者是写一个电子邮件来去跟对方呢 取得联系 好 关于这个查询表单的设立和使用 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这个视频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